当年的九龙城寨在二战后成为三不管地带 因而被不少人称为罪恶之城 不过不少与城寨相关的事者依然流传至今 最近一部由港产漫画改编而成 讲述80年代九龙城寨的电影正式开拍 并由郑宝瑞执道、洪金宝、古天乐、任延齐、林峰等参演 这日他们齐齐现身开镜仪式 可以参与一部关于昔日香港的电影 洪金宝和故事都觉得机会难得 香港电影这么久 哪里还有一部这么大的电影 这么大制作的电影是纯粹讲香港的 多数都是想去国内合作 现在这部纯粹讲香港的故事 有对打 对 我未跟大哥对打过 打过你就知道 梦想之一 这个是梦想之一 对 被打是梦想之一 很难得刚才有大哥说 就是整个九龙城寨 搭了分别的两个场地 搭了整个景 每一天坐在这个景 他们做得很好 很多道具都做得很细致 比如说那些雜誌 唱片 电视 电视有广告播 是以前的广告 所以每一天坐在一个现场 都很享受 会拿这些雜誌来看 很有票 看回2080年代那时的娱乐圈是怎样的 我觉得那个感觉很不同 还有自己是否都是看港产的漫画长大的 是 是 是 所以我觉得这次拍这部电影 也是一个我们的港产漫画 对他的情感是特别不同的 洪金堡近年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心 销售了不少 这一天他虽然拿着拐杖 但其实不知多精神 还说现在依然为健康控制着饮食 大哥现在轻绑了 有没有打得再爽一点 现在 吃得再爽一点 两位现在拍戏的时候 饮食是怎样的 否则是否都是每天一餐 我每天一餐 我多他一餐 每天两餐 可以是三餐 不过老婆不给 就是迫着两餐 但你的饭盒是否都严格被监管 饭盒吃什么 监管又不是 最重要是没有糖就行了 没有糖就没有饭 没有面 现在是全酒饭的 没有饭 吃的那些是 那些什么 白米饭 那些 糙米 糙米 见阿峰刻实了不少 原来是为了拍摄新戏 而粗糊的成果 他和小齐的舞台气氛相当多 早在开拍一个月前已经受认 小齐说阿峰 无论伸手还是身体都准备好 不知道戏中有没有机会见到阿峰的表演 是什么呢 定牌啊 民族期待啊 我们就不是 因为其实角色主要是 我们说里面有很多人 就是九龙城寨人之间的情 还有很多动作的东西 就不是为了晒晒什么朱古力 那些 但是也有 有不一定要晒 这次见到林峰都 哇 变得很男人 哪位 然后呢 又黑黑实实的 然后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看到这个 没有打明星这么厉害的 他付出了很多 大家都打得很多 是的 他练得很辛苦 打到飞起 真的打到趴下去 其实是非天顿地的 真的 打还是打人 我们全部人都被他打了 什么我被人打 全部人都打他 我是被人打 由头到尾都是被人打的 所以我们这次很期待 林峰的新秀 以舞打为主的一套电影 其实对我们来说 绝对是一个挑战 拍完这一套之后 应该我们都 都可以算半个动作的演员 电影预计拍到新年后 所以阿峰生日 都要工作中度过 幸好有老婆和女儿 作为精神食粮啊 我都和小崔说 这个真是演员的痛苦 付出 是的 因为分隔两地 我太太和小朋友都是两地 我和小崔都说 每一天最大的动力 就是和家人和小朋友 可以打个电话 视像 是的 第二天就继续打 打完电话继续打 继续打 没错 老婆说给女儿 会不会说 小心一点 有 有 我女儿也说 有 刚刚学会说 爸爸很棒 哇 对 好